哈喽大家好,我是志凯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 在车坛上所发生的事 第一则新闻就是 吉利宾瑞库正式发表 先来简单讲一下吉利宾瑞这款车 吉利宾瑞是一台轴距为 2670mm的一款 介于B segment和C segment的一款轿车 基于BMA平台打造 因为外观设计非常的年轻运动化 所以在中国的市场非常受年轻人欢迎 因此它的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有一点就是 因为顶配的版本是搭载一具三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它的销售成绩不是很理想 在2010年只卖出了853辆 所以吉利原厂为了提高销量 就在近期他们发布了 吉利宾瑞库这款车型 来代替他们之前的顶配版 而这个宾瑞库是搭载最新的 1.54缸涡轮引擎 取消掉了之前的三缸涡轮引擎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消费者 是非常抵触三缸的 OK 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采用的是一个断媒式的日间行车灯 再加上保险杠有两个红色的进气口 非常的霸气 颜色也用了这个均绿色的一个车身配色 看起来就非常的运动化 跟广汽传奇引爆比起来 我更喜欢这一款 至于内饰方面 吉利宾瑞库也是一样采用了很多 现代化和科技化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电子排档杆 还有72色的氛围灯 没有错 你没有听错 它有72个颜色的氛围灯 比Mercedes 的还要多 然后来到这个宾瑞库的车尾部分 也是一样的帅气 小尾翼装在它的厚行李箱盖上面非常的运动化 还有双触排气 双触排气是什么 抛车 至于它的动力部分 像我刚刚讲的 他们已经舍弃掉了这个三缸的引擎 换成了一个1.5 四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可以爆发出179HP 然后扭力暂时还不知道搭配的是一个双离合气速变速箱 相信这个引擎再配上这个变速箱 它的动力表现应该会很不错 不过这辆车肯定是不会引进我们本地市场了的 不过不要失望 它的老大哥吉利帝豪 预计会在明年引进我国 不过也是一样采用他们之前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啦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弹缸引擎不再是摩托车的专利 我们的日本小车之王 Daihatsu 已经申请了弹缸和双缸的引擎专利 相信在未来不久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款引擎搭载在他们未来的车上 在2011年的时候 Dihatsu就公布了一个概念车名为DX 它搭载的是一个双缸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后来Coupon出现过后 这具引擎并没有随之一起出现 这并不代表 Dihatsu放弃掉这个双缸的引擎技术 就在2020年的9月的时候 他们Dihatsu就向日本申请了一个双缸和单缸引擎专利 这两个引擎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就是小巧 精悍 说到单缸和双缸的略试之处是什么 就是震动频率啦 我们都知道单缸和双缸的震动频率非常高 但是在Dihatsu的这项新技术之下 他们可以把这两具引擎的震动频率大幅度的减少 为的就是让乘客和驾驶者在乘坐过程的时候 不会因为震动而感到不愉快不舒适 虽然这些听起来很有趣 但是它只是提供给日本市场的车的K卡而已 本地市场那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啦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就是 涡轮版的86很快就要跟我们见面了啦 就在近日 Toyota日本原厂就在他们的测试地 测试一款1.4升的涡轮增压引擎GR86 说一下这个1.4升的涡轮引擎 这具引擎是在早前 Toyota的CEO丰天章男 申请的一个三缸1.4升涡轮增压引擎的专利 先来说一下这具引擎 它是一具三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跟我们熟知的1.6升GRi-Ris的三缸引擎是一样的 它是基于这个1.6升的GRi-Ris引擎 所改造而来的 它的直径和充程为87.5×77毫米 跟我们的高转英雄4AGE一样 它应该是一具偏向高转的一具涡轮增压引擎 至于这具引擎会被搭载在这个GR86赛道板上测试 相信是Toyota他们在测试这具引擎的耐用性和它的稳定性 同时他们也是用这具引擎来测试他们最新研发的合成燃料 不过这具引擎也是可以支持我们普通的汽油啦 我们都知道以前的86都没有涡轮增压的引擎选项 是因为涡轮引擎的制造成本通常都比较偏高或者比较复杂一点 Toyota非常贴心的为它的顾客着想 为它们省下很多的烦恼 而这次他们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把涡轮增压引擎搭载到GR86身上 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引擎和这个GR86的登场吧 最后一则新闻是给我们的车友准备的 没有错 我们的鱼胎之王Machelin 终于发布了他们的Pilot Sport 5 正所谓 车要跑得好 轮胎要选好 这个最新的Machelin Pilot Sport 5搭载了Machelin的最新三大技术 也就是Dynamic Respond Technology Max Touch Construction 还有Dual Sport Thread Design 我们来一一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来讲第一个Dynamic Respond Technology 这个技术采用的是Aramid Fiber 也就是方轮纤维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来的 还有Nylon的一个混合材质 这个方轮纤维的特点就是耐高温 在你的Daya在高速行时产生高温的时候 它不会这么容易变质 不会容易变质的结果是什么 更强的抓地力 更稳定的质量 第二个就是Max Touch Construction 字面上的意思 它可以让你的轮胎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分布的更均匀 这个技术带来的就是除了有更好的抓地力之外 轮胎与地面接触面积的磨损也会分布的更均匀 第三个就是Dual Sport Thread Design 它的设计就是轮胎的内侧和外侧的纹路是不一样的 都讲Machelin是鱼胎之王 这个Machelin Pilot Sport 5的鱼天和湿地表现肯定相比于 Machelin Pilot Sport 4有更出色的表现啦 提升了更好的排水性和更好的抓地力 根据官方介绍 这一款Machelin Pilot Sport 5比它同级别的轮胎 多了33.5的行驶距离 意思就是讲它可以跑更远啦 相比其他的同级别对手 然后更好的抓地力可以减少刹车的距离 最后这个Machelin Pilot Sport 5有43种尺寸可以选 从17寸到21寸的轮圈可以使用 然后就是从205到285的胎宽 再来就是35到55的胎币可以选择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价钱 但是他们表示在4月份的时候 这款轮胎会在全国各地同步上市啦 很可惜的是 它没有15寸 我们的King Myvi转不到 对于这个Machelin Pilot Sport 5 老板你觉得OK吗 留言区告诉我 好啦这就是这一期的360所有的新闻 我是志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